好了,我們又回來了這個動物無雙 K 就是K 不過有第二季的東西 不是什麼Q 好了 官方來說K是King的意思 原來是這樣 對,有一套東西就是Animax跟日本同步播出的 那又怎樣? 而且特別賣點在於原創動畫 很特別嗎? 賣點在於原創動畫之外 找了七個輕小說作家去寫劇本 你不要把你不在這裏帶去寫劇本的東西重複 是嗎? 啊 你收工啊 不好意思 其實當時說七個匿名的作家 現在就被人爆了名字 好像在雜貨的時候爆了名字 死人鬼子會說過 好吧我退場了 拜拜 收工啊你 你不說了? 大哥 好過分 我們繼續下去 我們當時就被人砲到在無緣夫的開頭寫劇本 一字不學好 我真的不知道在說什麼 沒錯 偷了這集我都覺得這東西是垃圾 不是 那問題是 你說七個人寫 有七個顏色的黃 我代為彩虹 但是沒有彩虹 紅色、藍色、白色、金色 然後還有個母色 只有五個顏色 還有兩件去哪裏 你騙我正來 外展漫畫官方設定裏 是不是很厲害呢? 我那天去屋見到有幾套已經推出了 紅黃的漫畫 紅黃的漫畫 補回他前面的家具樓事件 Maker Clark的黃的設定 全部都在那裏 都在那裏 沒有的 不好意思 真的 我不當你本身魚糧鬼 但是 你起碼講一講其他東西 還有問題是 你說了家劇有不同顏色 顏色是代表什麼 純粹是顏色 我覺得又不像 你錯了 不是分兩季 他整套 不是 我講完了兩季 我已經在罵他顏色的東西 他沒有解釋過那些東西 他整個項目就是一個很韓大計劃 有廣播劇 有CD 然後有動畫 有輕小說明 這是他的商業架構 又不是他內容設定的問題 他的設定是長分 他掩蓋在不同的作品那裏 你想明白整件事 看完這篇作品 看老闆你不明白 我可以把你的套路 放回AGE AGE有三代 龐大的設定 還有一個不同的AGE G無形 PSV 小朋友用的單行譜 很龐大的商業架構 帶到東西說什麼 我不知 除了很好笑之外 但是那個Q是K 我們先說說正經事 那就承接新番 我們這個主角E 承接新番 鏡馬出來 又說了很多東西 不是 說下去 E做南味 在學校裡面 所謂的失憶 被野刀神狗狼 找上本 說他就是 即是我說的紅白藍 是 對 類似 說他以為 他就是 一輪賢王的 不知什麼 兇手 類似 於是 但另一方面 紅黃 和藍黃 在爭戰 不知道為什麼 紅黃 會自爆 會把整個日本 撿起相紙 我怎麼知道 類似說他自爆 就困著他 他沒有說他自爆 你不要誣他 他好像說那個 Wizeman的 數值太高 然後 會重複那個 不知道什麼 是洛坑的大爆炸場 加巨留事件 但問題 紅黃 就想要找回 殺了他兄弟 那個 胡適之禍的 出來報殺 不是那個有仇嗎 什麼有仇 那個 那個 胡適之禍 那個 那個 胡理 管胡 胡適之禍 就是找他報仇 就殺了出來 那件事大概這樣 其實三集就說完了 其實這件事 那個問題是 一開始沒有說過 他都沒有說過 我看 一開始你完全不知道 他做什麼 我看官方線路才知道 我看什麼 你看動畫 你一開始 有一班飛仔 有一班人 不知道為什麼 拔刀就拔刀 新選組 對街頭流氓 明明 要說自己的名字 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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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 是不是一個聲控效果 要拔刀 不是 你有沒有看到人 拔了拔刀 拔刀 其實不關聲控事 現在有些EFO 是可以聲控的 他拔了拔刀 拔刀 說拔刀 沒有所謂 那等於要叫招式名 一樣 這個不是招式名 普通攻擊那招 可能叫拔刀 我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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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 你遇到中 這樣 類似的感覺 當然整個故事 簡單來說就是 七位不同的作家 他們各自寫各自的故事 是不是小矮人家公主 那些 所有摺龍小說有的缺點 它全部都提了 所有摺龍小說有的缺點 它全部都沒有 例如 摺龍小說 明明 這一集我會這樣寫 第二集換了我寫 我不喜歡寫一集 那你舉例客人 有什麼好處和不好處 那他又有什麼 有什麼 很簡單 有很多問題 例如一集他講到 Misaki和 那傢伙叫什麼名字 Bukin Bukin Misaki和Bukin 簡單說吧 八重鳥和變態眼鏡 鬼畜眼鏡 他講到鬼畜眼鏡以前 Bukin以前是紅王那邊 所以他用力量 OK 到下一集 就講一下 即是宮野真壽和誰 目見是宮野真壽 然後Misaki我忘記了 我不太記得了 我忘記了 雅馬版那傢伙 說他以前是紅王那邊的人 只會是南面那邊 OK 講完了 第二 下一集我記得很清楚 是講回 紅王那邊的傢伙 那傢伙死了 拍攝錄像 他這一集 其實他沒有什麼 他又不講一下 為何紅王了 就說 你會做紅王的 回來 沒所管他 但是 整部分 裡面 你不見到 瀑健出場 但問題 你又說到 紅王由他成立了 整個紅王組織 由頭到尾 整件事 你不見到瀑健出場 但是 前一集你說瀑健出場 是河北邊的人 難道整件事 就是 那沒什麼 他被人鬼陰了 你沒有看韓線嗎 那整件事 即是 今集接手劇本家 不理會上一集 瀑布寫 寫過新的故事槍 但那一集 那個人死了之後 後面的劇情 完全不理會 那你不如 寫出來 那他不寫出來 他怎麼做BL本呢 關什麼事 你說 我的男子死了 他死了就可以了 吃一集說他的男子 真是 那你也懂得說 他是一個很雲大的架構 那怎麼都可以不考他的BL本呢 Find 那我對 那就是 但我沒見過那個人的本 不好意思 那就是你差 我自己畫 要自己畫 問問這把 我補充一下 我之前問的問題 有馬說了很久 對了 他分的顏色是什麼 模式 你說他是 妖惑人心 那些 OK 他中段 有說過 白銀之王 就是管天的 金就是管地的 這兩件東西 又最厲害 第一第二 王權者 那白銀 就不老不死 心兵 絕對防禦 那金色那件東西 有什麼威風 除了會衰老變白之外 那我這個不知道 那紅色那件東西看上去 好像破壞力很厲害 但是 他快死了 可以承認 但是藍色這件東西 都算很常常出的 阿塞掌 但是 阿塞掌的能力是什麼呢 可不可以到尾尾那一集 我都不知道 原來他可以什麼 照一隻 圓圈 可以擋球 還是可以跳跳跳 可以有一個Layer 照換出來 可以Photoshop 但是你沒有理由 你整個東西 你這麼久都不說 那些人的東西 那是無厘頭的 阿塞掌 我告訴你 阿塞掌掌 又是設定疾 要看前方才知道 紅黃有破壞 藍色有秩序 白色有重力 黃色就好像是權力 不知道什麼 還沒出 不知道 然後 上一代的 無色之王 就好像是預言 而今代就好像是 江蝶 不知道要看前方才知道 你看到圖畫 他完全沒有說這件事 那吃屎 對 我都說這東西吃屎 那套東西 明不明 我想到另一句話 除非是粗口 我看完這套東西 我也不知道你的定位是什麼 那你想我怎樣 買他的作品 神經病 你不說你不認識我 我給你一本泰文書 看完你不知道他講什麼 你還買不買下集 傻啊 但是有義貴 但是 你看圖畫 我不算 看圖畫 那些人 純粹說 這個可以公 那個 那個很瘦 這樣就可以了 那些我不算 你不理會內容的話 你只是理會角色定位 等於 你看後工片 只看女兒的 你不看內容的 那沒問題 但是 你怎樣都 好像有些內容 你要做出來 後工片 他上學的 他會插班 起碼你跟我說他插班 起碼你跟他說他什麼班 我只看見這裡 有些警察的人 跟古惑仔在那邊打 你以為現在有福龍嗎 都不知道做什麼 不知道 最好是最後一集 後面就是 白銀之王 用計劃 關著無色之王 帶到紅王面前 等紅王鋪頭殺了他 回答你 白王死了 就說 只有王只可以殺王 然後我想 你不是王 他不死 他不死 只有王可以殺王 那你是王 你就能殺到無色之王 大哥 他不可以殺到他 那就沒問題了 那就錯了 只要有紅王才能殺死王 破壞能力殺死王 那就對 黃才能殺死王 白王說他是防禦 不可以打 那就是不是所有 沒有說他的攻擊力厲害 那他那句不是錯了 就是 不是那個王 我可以拿一個盾牌來打死你 不代表我可以拿一個盾牌來打死你 那他那句 只有王可以殺王這個筆 就筆 這個東西不適合你 不適合你 但問題是 我不會找滑板來打死 更加打死 這個問題 這個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可能攻擊力不夠 你每個人都有定位 好像 鬥獸棋 還是什麼 我不太知道他是什麼 那一隻最小的老鼠 就是小大文獎 那樣 總之要拆死他 不要理會 那整件事 又說回 毛色之王 他就說 他要吃殺死王 就是 OK 快點坐在天下等 親食天下 當晚整件起源 就是他站在天下等著 白王的飛船驚覺 飛上去吃他 為什麼那麼多手 殺了一個老人 殺了一個老人 紅黃是聰明 但是 多鵝魚殺了什麼 大佬 手癢 多鵝魚 就是整件事 整件事 整件事 其實沒問題 他不殺那個人也沒所謂 很正常 你目擊這些事 當然要殺滅口 殺什麼 大佬 你明白 毛色之王 他不是殺人 他是入侵人 所以殺他 你跳去那個人就可以 手癢 我們有樣子 你跳下去 不喜歡自己的樣子 就殺了他 我不知道 他已經和整件主承 沒有任何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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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沒有主承 你殺到最後幾集 你都不知道他根本想說什麼 到最後一集 我這麼想套他 我們新婚也有說過 他的套路 每一集都轉變得這麼厲害 他可以形成一個什麼故事 結果 很明顯我們預知是對的 都說了 我接手 我忘記上一集說什麼 我自己寫自己故事 下一集 我不管上一集說什麼 我自己寫自己故事 這就叫接龍 這些不是那些幾日的人 每天都是一個新的故事 接龍小說這些都要有個規範 要不然你真是暴走的 即是好像說 熊王 你這把劍就爛了 有什麼事嗎 BL不到 原來是錯了 他有一些設定是 那一集說完 前面完全沒有說過 後面也不會再發生過的事 就是那一集才會說 問題是 他說的設定是基本 剛才有馬說的 不同顏色代表什麼 這套東西是沒有說過的 不要覺得這套東西有說 你看完這套戲 看完字幕 看完沙布 你都不知道那幾個傢伙是什麼能力 即是什麼威爾曼數值 就是哥達仙說的 之前也沒有說過 你把劍都爛爛爛爛 這傢伙 熊王把劍出了三次 是最後他說爛爛爛的那次 才爛爛到前面 是很正常的把劍 即是 爛 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也有看過 有些碎片 在附近 你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 他有說過爛爛的 雖然你可以選擇爛仔 其實是否應該說一下 男角身上說了很多 應該說說女角 有女角的嗎 那隻貓 貓我不計 貓傻 這套不是負過 女角不重要 蠻有高分的 很差 當然也有一個同學 隆水喜歡不穿衣服 這些人 當然是顏麗才算好 那你又看韓士 講女角不講不講就爆鬼魄 爆發羅里完全沒有氣氛 玩波子 可以叫她尼武商 還有她是雷達 這就錯了 大家要記得我新方怎麼說 這套東西不要緊 它沒有故事 你純粹當得到垃圾片 它有幾個定位 有爆發羅里 第一 第二有不穿衣的正常女 正常年紀正常身形 動畫而界的正常身形 有巨語者 所以搞定了 你可以只看這三種東西 當是無事的故事 有顏麗女 顏麗女 後面有的 不是一開始就知道 剛才說的巨語者 挺空提神劍 當然是出名爆發 機會卡用完又用 OP用到後面 所有的戰鬥都是用那個 提神再挺空 最糟糕它明明是副長 你要計算13集的OP 加上裡面的戰鬥場景 都只是出過15次 但同一招也是 提神 挺空 揮劍 轉身 真是救命 我都不知道怎樣 有沒有其他東西打 紅和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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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不是動畫來的 我不是叫姜太公釣魚嗎 不知為何 男王更差 我都不知道他打過什麼 有和狗狼打過 和狗狼打過 和狗狼打過 才好看 因為他沒有劍卡 但問題是那段 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麼能力 可能是他比較快 因為狗狼把劍 是上一代模式之王有王的能力 所以都可以殺死王 官方這麼說 好看 好看 這些你不看 不知為何 一百歲不死 也有新聞 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他的手 可以扯著扯著 我沒有看太多 不知他想怎樣 最棒的就是 最後一隻手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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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到白銀之王 拿去熔伊撒南威的身體 是專心獎 我記得發生什麼事 我嚇死了 耶穌過世 聖光附體 我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很棒 是不是聖光附體 我懷疑 你已經滿身白光了 然後 我派到使者 風陀 你們全部停手 不要打架 要熱愛和平 嘩 那個很可笑 然後 你說什麼 他說德文 不要理他 打吧 大哥 你還在拿回來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突然笑了出來 還要拿著傘 摩西拿著石板 耶穌 耶穌 復活可以 從天而降 西人 要和平 要走爛 猶太人的王 他審判日後 幾天後 重臨地球 光包圍著他的面目 煩人不可事 他死了之後 他死了之後 不知道過幾天才會復活 死了之後 有幾天才會復活 果然厲害 這幾天就失憶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如果耶穌是這樣的 突然很多人受死 我想打他幾招 那應該要被人打 明光社找你 明光社這樣和耶穌玩不起來 所以這就是 原來耶穌是負得起的 這就是定義來計 這就是好看的 但我完全看不到什麼好看 以上純粹 假設有任何 尊救信仰的人 可以無事 不好意思 好看的那些是什麼人 說好看的那些 不知道我問他們 我完全說這套東西 是不是負界的人 我看那些好看 你那個負負是老袋 腐爛了 還是人死了 所謂老萎縮 判斷能力低下 沒有品味 那些 那有沒有看點呢 這套戲其實 所以OP 我喜歡聽Angela的歌 OP 沒有了 糟了 OP不是TOPI拿去聽 大佬 這套戲真的沒有人幫忙 那我們是不是算完了 我們已經踩到這個題目完美 好 那我們去下一套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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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